首先的話今天我們再來看一下 上個星期已經有跟各位講說 我們上課的所有內容都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把雲端的位置可能要記一下 裡面的話第一個當然每次上課錄影會放在教學論壇 所以如果假如說你需要每次上課的影片的話 那你就自行加入進來 那目前的話這個就直接加進來 當然如果你有加進來你就會看到一個清單 類似像這樣的清單 上個禮拜第一次嘛 那第二次第三次每次上課的影片都會在這裡 那點擊進去之後的話這邊就有個清單 這個是一個YouTube的播放清單 那上課的內容原則上就是總共有九段影片 那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就是像這樣一個清單 那當然你可以在手機上看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像現在電視有些聯網嘛 所以你甚至電視上只要設定好之後 你甚至可以在電視上慢慢看都沒關係 反正呢 確保就是你一定要完全是了解的 因為像函數啦 VBA 真的只要錯個地方你略過了 你不知道為什麼那當然你就會出錯 那你要把它修正過來 真的也是還蠻不容易的 所以盡可能都是完全了解 然後有問題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都沒有關係 可以馬上提問啦 好那這是第一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上禮拜 我們原則上相關的資料 其實也在雲端 像範例檔 還有就雲端白板畫面 其實就是雲端的講義啦 那比如說每一道題都會有程式碼 就是會給各位參考的答案 包含就是說每一個公式 它的一個答案 比如我們練習的 之前練習的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一下 在雲端上找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呢 這個 綜合練習題的 REPD加LEN的公式在這裡 那另外有個TEST的公式在這裡 那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有用到有關就是說 計算那個會員裡面 哪一個年次最多的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TEST函數 TEST函數其實就是說 假如說你看到的資料你要切割 奇怪怎麼都切不到你要的東西 那第一步 你一定要先用TEST 先把它轉換一下 否則的話 像這個計算年次 假如說你先用LEFT去抓 前面兩個字 你抓到的一定不是幾年次 而會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什麼 29啊 或28等等的 那那個其實主要是因為 你抓到的會是 日期格式 跟190年月要相差幾天的那個數字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這個上個禮拜我們特別講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用LEFT切割之後 你會發現 LEFT是一個文字的函數 所以呢幾年次他理論上會是 文字會靠左對齊 那如果假設你將來要群組的話 一定要靠右對齊 所以你最後可能還需要那個VALUE函數 把它轉換成什麼轉換成數字 OK這個上個禮拜有提到 那再來除了說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TES LEFT加VALUE這三個函數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顆啦 更簡單一些些 你甚至可以用一而函數 取那個日期裡面的年的部分 不過取得之後呢 如果你要是民國年 記得就是 再減掉1911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些相關重點 最後的話我們是把它做個群組 得到就是幾年級生 比如5年級生兩個 6年級生是41個 然後7年級生57個 那可以想見 7年級生在會員裡面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有特別提到 那最後我們有錄製聚期 錄製聚期的話 首先當然需要把那個開發人員先打開來 所以這邊 開發人員 那今天的話呢 接著我們要把那個後面部分把它講完 所以請各位一樣 第一個 把開發人員 因為我們這邊環境會還原 所以你一定要把開發人員這個打開 透過錄製聚期 那產生的聚期呢 它會幫你放在Visual Basic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看一下 你上個禮拜的那個 程式部分的話 記得你點開Visual Basic 理論上應該這邊會有一個模組啦 不過我上禮拜沒有檔案好像沒有存好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重新在 理論上應該會是有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 理論上應該會有這個程式啦 不過我雲端上其實也有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就這一段 在這個檔案裡面的第12頁的地方 其實理論上 有些程式你也可以備份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備份 那也可以從雲端上貼過來也可以啊 那記得 一定要記得就是說 要貼在Visual Basic裡面 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 然後把這兩段程式貼過來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sub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名稱 and sub呢就是它的結束點 所以有兩段 一段是串接 一段是清除 一段是清除 那字如果太小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在工具 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放大 建議是至少12號字吧 那我們就可以把上一個星期的那個 假設這個手機號碼可以清除掉 這個 理論上這兩段 這兩列應該要刪掉 因為我們錄製的時候這兩列已經刪掉 然後 執行的話 你可以 從優標只要放在這個sub跟AdderSub中間 按這個執行就可以 然後就把這個清除掉 那如果串接的話再把它 再執行 它就串接了 ok 那如果要變兩個按鈕的話 還記得吧 插入裡面有這個 所謂的按鈕 你可以把它點擊拖拉 給一個按鈕 然後按鈕會對應到這邊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名稱把它貼到這個按鈕上面 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一樣再做一個插入 然後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錄製下來的聚集 如果重新執行的話 那以後就不需要到程式裡面執行 只要按一下按鈕就可以了 所以上個禮拜最後 是講到這個 按一下按鈕 有沒有 然後清除 ok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你可以發現 這兩個按鈕 產生的方式是我們按一下 錄製聚集去做的 那如果今天假如說 我不是要用錄製聚集 我要自己寫VBA程式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再進展 等於是再升級到那個VBA的這個環境 所以請各位 第一步先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 先打開來 那第二個的話請你把綜合練習 乾脆這個工作表把它再複製一個 那複製的方法很簡單 就拖拉加Ctrl鍵 ok然後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 它會變成兩個一樣 你可以把這一個點兩下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VBA好了 這個是VBA 然後Enter 那這個的話也許就是聚集好了 反正把它分開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所以呢 假設說我今天呢 希望呢 再來一個 就是 更上一層樓 我要自己呢 在這邊寫VBA程式的話 該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把 上星期的這個先打開好了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我一樣把它切一下 好看 好看 好看